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工人师父来到阿祖法这里后就是抢着干活 阿祖法还准备了美味的烤鸡 其实这几天他也没胃口 都是随便对付一下 今天客人来了总是要好好招待 今天的天气虽然不太好 但是他们两个人脸上都是轻松的笑容 果然老朋友之间就有很多的话题 阿祖法现在也知道了 原来牧羊女现在住的地方 就是哥哥原来租房子那个村子 只是他上次去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他 现在哥哥搬走了 更是碰不到了 阿祖法本来还想问工人师父有没有结婚 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一直在催婚 可他今天才过来 他就问这些似乎不太好 想等以后有机会再问一下 工人师父觉得这里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 就和阿祖法告辞离开 走之前还和他说 只要他有空就会过来看望他们 阿祖法还以为康特这两天会过来看孩子 他还要想着应该如何和他相处 其实好聚好散是对的 他庆幸自己没有离婚的事情大吵大闹 不然以后受罪的肯定是孩子 阿祖法做什么事情都以孩子为主 不想因为两个人离婚 就让孩子没有了爸爸的疼爱 即使他们分开来了 可是彼此对孩子的爱也不会减少 其实康特在忙着建房子 现在越来越觉得 没有一个家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 这说明他没有能力做一个丈夫和父亲 康特还想证明给阿祖法看 即使离婚了 他也不会每天颓废 他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火起来 想证明自己是个有担当的人 阿祖法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 现在时刻警惕妈妈会不会过来 总是觉得他在酝酿什么坏主意 他已经决定了 等他过来他就报警 妈妈真的是很狡猾 阿祖法说他没有权利过来 他就说来看望自己的孙女 谁也无法阻止 阿祖法真的想和律师再咨询一下 遇到这样的无赖该怎么办 其实离婚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阿祖法拥有阿斯曼的抚养权 那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 可是这些事情上和妈妈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最终只能跟执法人员寻求帮助